女子坐在警局的沙發區 跟袁姐描述來龍去脈 因為她2號在家裡醒來 被一名闖空門的陌生男子毆打受傷 一位董姓妮小姐自民主所 報案稱遭人傷害案 除了膝蓋 被害人的額頭跟臉頰也都貼滿紗布 疑似是跟她女友口角後 才會引發這一連串的事件 上個月24號被害了女友摔傷 她陪著對方一起看醫生 結果雙方不明原因發生口角 她一怒之下甩了女友三個巴掌 對方報案申請保護令 贊宏社工協助安置 兩天後被害人在家一睡醒 就看到一個男的出現 對方質問她甩了誰三巴掌 上來一頓毒打 被害人大喊救命 隨後就被打昏 警方去調一監視器之後 是為發現她所陳述的這一些可疑人 警方拿出監視器畫面 解釋說當時袁姐 有到被害人居住的大樓查訪 但被害人還是很不高興 隔天下午她到民族派出所報案 袁姐說無法指認 則無法受理 她無奈表示對方戴口罩 怎麼看得出來 事後她的父親打電話 到派出所詢摸後續 對方卻說是你女兒欠錢才被打 讓人懷疑難道真的是想吃案嗎 被害人懷疑是女友 提供鑰匙給打人男子不敢住在家裡 跑到台南朋友家避風頭 雖然事後拿到保安三連單 不過她跟警方的說法完全都不攏 成為一場羅生門事件 罵國女大聲事件 當時台南警方也對前一個保安人說 要指認才能受理 進而導致悲劇發生 如今高雄警方爆出一模一樣的說辭 也被捲入遲暗淫暈 記者吳郭真理晨諺 高雄報導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